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第十五段 不是针迁正途中 万般作用是往思共 休期慢前阴阳格 绝利涂教是常未公 草木以金银皆杂志 草木金银皆杂志 云霞任夜皆牧农 更老土纳聘存享 床与金丹是不同 意思说如果你想要修炼金丹的人 不要不了解什么叫针迁 他才是你的正途中 针迁都是讲润水就是炎金 千位下沉 那个润水炎金是你正途中 如果你昨天改为炎金去修炼 这才是正途中 那你其他所有的方式都是往思共 都不对了 有人甚至把妻子修期了 自己去出家了 反而死夫妻的阴阳破坏掉了 慢起阴阳格 其实夫妻的本身也是一个非同修的先例 只是要芬芳 后来要同修 还有的是呢 就是二肚子空空的 绝力涂教未掌控 当时释迦坡女佛也曾经二肚子 二到最后呢 修行不对啊 不是方法啊 后来还是喝了羊买啊 后来原来是圆金 因为没有吃就没有产生圆金 没有产生圆金就不知道怎么去修炼啊 所以要修炼那就要借养圆金啊 也要吃东西啊 草木晶莹接杂质 不管你用草木啦 用什么金啊 银啊那些喔 来用的喔 来练成什么丹啊 那都是杂质的 那些不是真正的你修炼的方法 所以你就离不来圆金圆气圆神 圆金就是增添 你不找到圆金的话 你只找到那个浊金啊 就完了 这永远不能成为仙人 如果你找到 像我现在找到圆金 我学也完了之后 我夫妻 我们夫妻参加已经十七年了 十七年来我讲 都已经跟一般人一样啊 夫妻也是一样不能办到啊 但是自己都已经成为仙人了啊 也已经具有仙身 仙格啊 以前也不会动欲望啊 看到黄色的东西也不会想要动啊 他睡在一起 即使有偶偶偶去办到 偶偶两个人睡在 不方便两个人睡在一起 也不一定碰到啊 想奔都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如婴儿啊 这个那个 互归婴儿啊 那个老子讲的 我们已经修炼到互归婴儿了 所以已经啊 对那个已经没兴趣了 所以我们要怎样 不要颠倒 如果你颠倒 如果你颠倒你不懂 颠倒颠 你就由于是返屋 六到五回的宗旨 不要懂得能够颠倒这位啊 要能够自好修盈的方法 是从你的酌筋 拿你这边去先进 找到你正体中 那有人去吐云霞啦 什么西日月精华啊 这都是朦朦的 朦朦的 这都不是正确的 更有人去吐那 还有就是唇响 我要想什么空啊 我想说用私律去唇响 这个跟你的金丹啊 修理完全是不一样的 只有金丹它是真宗的 好 选择方法 那我们来看那个 紫阳正人怎么讲 修真者啊 不能认识清楚 那个真心的认识的眼睛啊 这它才是修炼的 真正的祖宗啊 即使你用尽了心机 采婴补羊啊 用了万般的作用 也都是 枉费一切心血的功夫 不要说 我想采什么婴补羊 都是错误的 也千万不要 为了达到指示的修炼 就狠心来用修妻的手段 我要是出家了 我妻子不要了 欺骗谩骂 浅善的方法啊 使得怎样 使得你的人论 人论道德啊 有一些背离 那如果你修成不能拯救 你其实怨你一辈子 又有一些亏欠 所以真正的人啊 就不要违背 一阳为止道 的阴阳法则 其实你想要修行 也不要为了修炼 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去绝利 就是不吃东西 不食人间淹火的方法 不食一点东西 搞得自己胃肠肛的 受苦如采 又如何续筋来养妻呢 一种事 你不一定要修妻啊 夫妻他 你要不同房就好了啊 夫妻一样啊 你还是可以赚钱啊 还可以养妻啊 照顾儿女啊 妻为盆子为伴啊 可以共同仙女啊 成真啊 有困难 唯一摸接也可以做得大 所以一般人认为 这个不行 我一定要去出家 如果你出家的话 你生出家 生不出家要怎么办 那不是让你妻子 儿女更悲伤 这时候难道 严重还会放过我们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修行的人不是去出家 是心要出家 生未必要出家 要有正确的观念 如果你心要出家的话 夫妻再怎么好 你就不会去夫妻 有了 而你这就不会去再 夫妻想你爱我我爱你 一定要把那个灼金啊 来烂死尾 一定会续金氧气 会踩那个圆金 如果你修炼 妻子会给你修炼 不是很好吗 对 三集末节的时候啊 最适合修炼 就是夫妻彭修 还有一些人啊 用进了什么奇花艺巢啊 真金水银啊 这个化学的原物物料啊 或者一些草木的杂质啊 来当做修炼的一个怎样 一个丹 这多么的疑似啊 因为这个不是外表一些东西 外面拿的丹 是内心的那个金体神啊 有多么的疑似啊 也有的人啊 每天就吸收什么日月啊 云霞的光芒啊 哦 当做修炼的精华啊 也就是非常的糊涂与颠倒啊 对不对 因为精华是在体内啊 比如说你去想它 有人去水济吸水啊 去山济去吸什么山济啊 吸山济之后 山济也有鬼滅之气耶 可能吸不到山济 吸到鬼滅之气也有啊 啊水济也有动物林耶 可能吸山济吸在水的 那个湿透气也有啊 不是这样来修炼的 修炼是在金丹的 是从严金下手的 那有的人练技了之后呢 大概有个什么九九 纯阳纯 九九什么功啊 纯阳功啊 哦 练了之后 使它可以又壮又停 又可以举东西 哦 多么多么 那也错误啊 因为是又精练气 练那个神 这个元神不能有一点点的 怎样 这个念头耶 有玉界跟色界 还在色域界打滚 所以修行的方法 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方法 就是要踩你元金来修 你看任何的修行都要踩元金 你短暂的分 夫妻分开去修炼还可以 你不要把所有人都丢了 我曾经有一年在设底洞 我短暂去修行 后来还是回到家里 好 夫妻共和半岛 这个都是一个假借 假...就我今天的根基有这么好 就是我曾经在四和三这一种 住了一年的根基 才会让我在修行过程中 从来一直坚持到最后 什么珠膜考都考不到 夜里什么来考也都考不到 就因为啦 因为坚定自己的道心涌固 才能够千膜妄搞考不到 那一年的给我的帮助也蛮大的 更有些人每天都去学什么土纳啦 观想的方法啦 也去当做修炼的工夫 这叫做空思妄想的玩意儿 足处以上的修炼方法 总是与我所说的 精丹的修炼方法 大大的不相同 我所说的精丹是讲天仙的 如果修成天仙 就要靠精丹修炼 不然你不得成就的 这个是那个 我们紫阳正人所说的 这讲得很好 好